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刚一来就问老师就说 老师今天看起来 虽然说只有小跌20点 其实也是跌27点 但其实今天外资卖超还是很重 那么这时候投资朋友想说 老师我到底该怎么操作 感觉昨天谈一天 现在又要继续跌是不是 那如果每天想要再当床赚钱该怎么办 对啊 刚选一就问我说 老师你今天有赚钱吗 我说有赚钱啊 他就说是不是放空赚钱 对啊 我说不是 我是做多赚钱 厉害厉害 他说那做多怎么可能会赚钱 做多为什么不会赚钱 你只要开高的时候 不要去做 不要做多 跌下来再做多 那不就赚钱了吗 对 今天有反弹啊 有收下引线啊 那不就赚钱了吗 嗯 空头走势 或是现在不是一个多头走势 你开高 开高去做多 就不叫做 强反弹 强反弹 那叫做追价嘛 对 你如果是跌到最低点 你做多 那就叫做强反弹 嗯 对不对 我觉得做期货真的就是这样子 我很明白告诉大家 我比较觉得可能会反弹 嗯 我早上连线的时候 也是说我觉得会反弹 我看多 可是开高我说什么 开高我明明看多 我说开高你不要去追 我说开高会走低 我要做多 所以我开高我没有去放空 如果我看空的话 我开高我一定去放空 我开高我说不要去追 我跌到最低点做多 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没有赚 有赚 做期货就是这样子 做期货大家就强调一个 赚钱与不赚钱嘛 准度与不准度嘛 对不对 投资本有要的就是赚钱 我如果今天开高我去追多 但我停损不假的停到哪里去了 我开高我一路冷冷冷冷冷 冷到最后跌到剩下8100点 我做多可不可以 可以 最终的目的是让我的用户赚钱 我的会员赚钱 我今天就达到我的目标了 就这样子 今天又赚钱了 礼拜一赚钱 礼拜二赚钱 礼拜三又赚钱 几乎都是做多 所以投资朋友 你如果是想要找一个 能够帮你赚钱的老师 或是你想要找一个 能够帮你赚钱的软体 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想要赚钱嘛 假设我们 我是赚钱就讲 赔钱也讲 在如果会费一样 假设会费都一样 每个投资人都在看 这个老师今天赚10点 这个老师今天赚50点 这个老师赚100点 会费如果都一样 你就会去找 那个赚100点的老师嘛 到最后呢 你忘记考虑了 很多老师是在骗你 因为真正有实力的人 他会跟你讲 我今天赚我今天亏 我今天又赚 我今天又亏 我今天赚两天 我今天亏一天 可是没有实力的老师 他不管那么多 他反正就是每天都赚 你如果用这种 逻辑性的去分析 你用逻辑去思考 就像你用逻辑去思考 今天的盘式 你就早上开盘就去做多了 开高一直跌到下沙五六十点 没有逻辑可言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去研究 你会发现没有逻辑可言 你要去判断一个老师的准度 你要判断他一个绩效 你用看电视的方式 你没有办法得到 因为好的老师 他认为他自己很清高嘛 他认为他会稳健获利嘛 所以他赚的时候也讲 亏的时候我也讲 然后呢 绩效可能就是一个 可能假设平均一个月 可能赚两三百点 你如果不懂嘛 你不懂你就会去找一个 绩效最好的老师 一个月赚一千点 那这种赚两三百点的老师 你根本就是不放在眼里 那就是跟到一千点的老师 跟到以后就发现 实际上没有获利 这就是那种劣币驱逐良币 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节目一开始 我先跟你讲一下 我们每天我会发一个 我的盘式分析 我研究出来的结果 我贴在我们的教学软体上面 我跟我们的所有会员讲 给大家一个警示 给大家一个提醒 来降低做单的失误率 然后呢增加做单的获利率 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是强调稳健获利 我不会去跟人家比绩效 人家赚一千点 如果我只有赚五百点 你要去跟一千点的 你就去跟一千点 你如果认为我们能够帮到你的 你可以跟我联络 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跟你讲了 下跌下跌下跌 连续下跌以后出现W底 小型W底 我跟你讲第一点 80614关键支撑 这是我按照一个惯性 以及一个几率 以及一个研究的精神 跟你讲 现在是偏多 对不对 你如果看了前面两次 前面两次 跌到底部 如果有两根支撑 两根支撑 这边两根支撑 之后都有反弹 之后都有反弹 那这里 是不是也许有反弹 就是用这个研究的精神 来告诉你这个答案 你可以相信 也可以不相信 事实有时候会证明它是对 几率可能八成是对 有两成是错 那我们就相信那八成 好不好 我就相信这八成的几率 然后呢 我在我的Facebook上面贴出来 早上的盘前分析 我在三立财经台 也跟大家讲了 研究到半夜12点 12点贴出一个讯息出来 早上六点半又起来 早上七点半又连线 下午四点又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盘式分析 你会觉得 S2老师怎么好像24小时 都不用睡觉 这就是分析师的一个工作 分析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有对有错 如果胜率是七成 那就是七次会对 三次会错 你也不要觉得 为什么老师你有三次会错 别人十次都对 你去找十次都对的 我也无所谓 我就跟你讲 近五个交易日 你如果要做多 近五个交易日 你如果要做多 都是要在这种地方做多 你如果要放空 你都是在这种地方放空 那今天如果开高在这里 昨天美股大涨嘛 开高到这里 你跟我说你要做多 你就已经不符合这个惯性了 这个惯性是 如果跌下来 来到这里 才是做多的点位啊 那如果开高在这里 是不是应该是蓝色的 应该是这样子啊 今天如果开高开这里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如果今天开高 应该是这样子 跌下来在这里做多 照惯性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看了前面 这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次都是这样子 你今天开高 你要去追多单 那你就违反了这个惯性了 惯性是怎么样 惯性是今天开高是这样子 跌下来会这样子 那今天开高你要做什么单 投资料你问我问你嘛 今天开高你要做什么单 涨上来就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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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高你要做什么单 涨上来你要做空单 涨下来才能做多 我认为会反弹 可是我知道这个惯性 涨上来打死 不要去做多 打死 打死不要做多 回到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如果开高了 很多老师 看涨说涨嘛 看跌说跌 开高一定叫你去做多 因为如果涨一百点 他开高三十点 没有做到单 你没有办法在节目上面 回答 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去对你的会员交代 我们没有在管这个哦 我们没有在管这个 你今天会员赚钱就赚钱 没赚钱就没赚钱 今天开高 我就是不去做多 就这么简单 今天涨一百点 涨两百点 我没赚到就没赚到 这叫做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我管你那么多 我管你涨上去涨一百点 我没有追到多单 我看多啊 我看多我不可能去追多单 因为我昨天晚上研究到半夜 早上六点半起来 看美股开盘 再继续研究 我研究的结果就告诉我 你开高我绝对不做多 不管涨一百点涨两百点 你没有赚到就没有赚到 至少客户没有亏到 你如果今天早上在那边做多 跌下来亏一百点 亏一百点谁要负责 你的老师说没办法 美股大涨 可是他要跌下来我有什么办法 就是亏一百点 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因为我很多的会员 我有很多的软体用户 软体用户也要赚嘛 会员也要赚嘛 也不能亏嘛 所以你要好好的对待 好好的对待你的会员 好好的对待你的软体用户 所以早上开盘怎么样 这上个礼拜一 谈完再跌 最近都是谈完再跌 震荡的走势 惯性没有改变 礼拜一就讲了 击杀以后才会反弹 只要是反弹的 都不会再弹 礼拜一 今日仍有可能如此 礼拜二 涨多 是要放空的 跌生才能做多 跌生才能做多 注意高低的价位 高低价位多少点 90点 昨天120点 今天差不多100点 好今天差不多100点 今天 我看多 我看多 我跟你讲 我很明白跟你讲 我看多 短线上转为多方 比较强势 有多少看多的老师 先叫你去追多单 追在一个奇怪的点数 你只要在平盘上面 追多单的 你在平盘下面 10点做多的 20点做多的 30点做多的 全部挂 挂一片 全部都停损 你只要是 在10点以前 做多的 全部都停损 我看多 可是我知道 惯性嘛 惯性是什么 惯性是 开高 它就要下跌 你不要觉得 昨天 涨上来 昨天 有涨 然后呢 反弹到高点了 今天开高 就会跟昨天 脱离了关系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 照着自己的想法 在做 我跟你讲 你不能照着自己的想法 在做 你要照着这个 指数的 怪 指数的惯性 在做 短线上 我认为 它会转为 多方较强势 但是 开高 人有可能 先走低 所以说 我开高 我看多啊 所以我没有去 开高 去放空 我认为 开高 会走低 我如果要找一个 安全的做法 是怎么样 击杀做多 击杀做多 你如果在今天 击杀的最低点 做多 你会不会亏钱 不会亏钱 所以刚刚 玄一问我 说 老师 你今天有赚钱吗 我说有赚钱啊 他说 那你放空赚钱 我说没有 我做多赚钱 你先避开 前面 十点以前的沙盘 做多 就一定会赚 做多就一定会赚 就这么简单 今天的盘是长这样 早上是红K 好 这边开始 红色的 多方趋势 可是如果你要做多 你昨天就应该做多了 今天没有进场的讯号 早上开盘 大户都在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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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到这里 对不对 这边叫做 量能及时解密 告诉你 大户在这边 转卖为买 或是卖压减弱 从这边开盘到这边 十点钟左右 基本上 你都不能去做多 虽然指标是红色的 可是短线上 大户都在卖 直到哪里 8099 指标乖离 你会说 老师这边又转空 这边又乖离 我说转空讯号 跟乖离讯号 你要先相信乖离讯号 等涨完以后 你再相信转空讯号 这就是一个 台风来了 可是你要去上班 这个叫做自视化的 你跌下来 就是转空 这叫做你要去上班 因为原本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休假 礼拜一要上班 可是跌生了 跟你讲台风来了 你先闭一下风头 这边会反弹 这边会反弹 所以我就说 我们的指标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讯号 它是很多东西 配合在一起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 乖离取消掉 你今天空在最低点 我今天把这个乖离 放在这边 你会觉得 老师 你的指标不好 又放空 又乖离 我跟你讲一个答案 至少它会告诉你 你不要在这边去放空 如果我把乖离取消掉 你空在最低点 如果我把乖离讯号 设计出来 你至少不会在这边放空 反弹完以后放空 都不会亏 反弹完放空都不会亏 乖离做多 就会赚 8099 你在8099做多 你画一条线出来嘛 你在8099做多 你今天亏损的几率 有多小 8099 是我们叫做支撑架 你在8099做多 今天的盘上 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八的空间 都在8099之上 都在我们的乖离讯号之上 你只要在8099这边随便进一口多单 你今天就是获利了 因为收在8125 因为收在8125 所以我们操盘一个线上教室怎么讲 早上九点零三 八一八五空 大户在卖 成交 操作期货最重要的 不是说指标到底准不准 重要的是你的用户 你参加了 你买了这个软体 你到底有没有赚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赚钱 这就是最重要的 有人在开盘的时候去放空 所有的人在看盘的时候 没有去做多 这就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所有的人不要在开盘的时候 去贸然的做多 损失 这是我不乐见的 所有的人都听我的指示 或是我的建议 所以8165 早上它空在这里 是不是告诉你 即时量能解密已经转空了 转空就是要下跌 转空就是要下跌 然后呢 10点41的时候 我说十分线连续两根收下引线 形成了一个支撑 形成一个支撑 配合我们的支撑架 可不可以去做多 这里 连续两根下引线 形成了一个支撑 我们从这边 冷到这边 10点多了 从高点 9几 819几 跌到809几 它的价位 已经到了100点 我说最近的区间 就是差不多100点 那你说到100点这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在这边做多 当然可以 支撑架跟乖离都出现了 到最后 8125 早上的第一通抠讯 有没有发挥作用 这边你避掉了损失 跌升了做多 目前短线上转为多方较强势 但是开高仍有可能先走低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盘中预击杀 只稳后做多 这边做多 到尾盘 通通都赚钱 通通都赚钱 好 时间关系 这边是这几天的 好 这边 拨断单 报道指标翻多 跌了38 380几点 然后呢 这位用户赚了400点 拨断单 就是这样操作 就是这样操作 好 时间关系 连续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只要是当充都获利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跟你讲说我每天都获利 可是我的目标是 长期稳健的获利 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软体用户 通通都在做见证 就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 好 广告期间 你可以跟我们联络 时间关系 我们把时间还给 玄一 好 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嗨 嗨 跳起来 风起来 赶快嗨 嗨 嗨起来 2016高雄国际旅展 旅行时尚玩得疯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男のブラック ブラック無等UCC 月巴黎娛樂首選 风马秀回来了 2016巴黎风马秀 经典在线 全台iPhone 疯狂开卖 谢谢你 帮我找到家 来大家找到家 大家发文 台风豪雨期间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 可以查询淹水简介 还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水库泄洪 和核拆所谓资讯 快上水利署防灾资讯网 或下载行动水勤APP 水勤状况早知道 防灾准备先做好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优优独播剧场 不match你可以观望 对不对 至少不会亏嘛 match的时候是不是准度就增加 那就是赚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说我们操盘一个 这个是软体东西免费给你的 早上 直接跟你讲 开高可能先走低 对不对 开高走低 你要做空你就做空 你如果认为你要做多 那就是几跌以后 只稳做多 早上讲的 然后呢 对不对 有人就是空嘛 你空了以后 这个怎么样不会赚 因为空完以后就一直跌 我认为开高会走低 因为最近的惯事就是开高走低 跌身才会涨 那就是做空 要不然就是选择不做单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东西 我们全部都在一条船上面 我就跟你讲 我们全部都在一条船上面 我们这里面没有人会希望你亏钱 我们这边大家全部都是希望你赚钱 对不对 我不可能希望你亏钱 你赚钱 你才有可能 继续在这一个我们的群组里面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彼此都赚钱 富途偏空 即时解密不是绿色的时候做多 即时解密不是绿色的时候 这叫做即时解密 即时解密的时候不是绿色的时候做多 那在这边就是做多 你在这边做多 你这个95%以下 你这个95%以下 今天的盘95%以上都比这个还要高 那你在这边做多 你有可能会亏吗 有可能会亏吗 没有可能亏 好不好 就是这样操作 好 时间关系 所有的人 我们的操盘一个伙伴 会陪你看盘 好不好 今天软体带回去 我们的线上教室免费 时间关系 把时间还给悬疑 关到一下给你说看 我们再会 拜拜